腾讯体育9月2日选2018-19赛季一甲第三轮 尤文图斯组合塔尔迪尼球场对战帕尔马 C罗、曼珠、贵尔纳带斯基组成班马军团 大风险三叉戟,迪巴拉提布,开场1分50秒,夸德拉多要路协船 曼珠基奇头球冲定,打在甲克波尼后背上反弹 曼珠基奇小禁区统设破门,1比0 曼珠基奇连续两站破门,第13分钟 提加尼奇飞产迪高迪奥被黄牌警告 斯图拉奇出发任意球,右脚近射 被石琴斯尼的手艺挡后击中衡量 第33分钟,戈壁左路横船,赢格莱塞前点头球百度 赤尔维尼奥用大腿将球冲入空门 1比1 第43分钟,塞罗进区前转身左脚地设备三配没收 第45分钟,夸德拉多要路协船 塞罗进区中路头球冲顶,背后卫挡住底线 上,半场补学阶段 赤尔维尼奥强行突破夸德拉多后突入进区左肋横船 进区中路无人兵房的英格莱塞左脚早射 被石琴斯尼神勇挡出 第54分钟,斯罗分球 赤尔维尼奥左肋横船 后卫剪不远,斯罗又脚捅是天出 第58分钟,赤尔维尼奥左肋横船 曼朱基奇小禁区脚后跟回坐 马图一迪小角度进射破门 2比1 第88分钟,游轮左路船中找斯罗 帕尔马门降出几场先将球派破坏 全场比赛结束 游轰课程,2比1击败帕尔马或开局三连胜 斯罗仍然没能破门 曼朱基奇船射进攻 赤尔维尼奥打进回归一架手球